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刚刚新闻看到的 台湾老化指数调查的相关报道 联合报的头条则是 前交通部长毛志国针对桃园国际机场未来的发展规划 对新政府提出了真言 自由时报的头条报道 立法院昨天出审通过就业服务法修正案 删除了外籍劳工在台湾工作三年 就必须要出尽一天的规定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在立法院哽咽 宣称自己遭受到中介业者威胁 因为今天立法院未还委员会出审通过 就业服务法52条修正案 未来外籍劳工不用受限于三年 就要出国一日的规定 可直接在台湾续聘冲击仲介业者 家庭外籍劳工三年需回国一次 让雇主很头痛 修正条文三读通过后 外籍劳工就不用回国再多缴一次的仲介费 雇主也不会产生照顾空窗期 大家都乐见其成 外劳就是有时候回去一两个月 对我来说 整个老人家要照顾就非常困难 根据劳动部推估 每年出境外劳约1.4万人 每个人在入境保守估计就要支付10万元的仲介费 加起来一年至少能省下14亿元 但有仲介表示此法一过仲介关门算了 国外仲介不会去找一个工人能够到台湾来工作12年 他12年再赚一次嘛 他可以提供给日本啊 提供给韩国啊 那你摆明是要仲介公司倒闭啰 三方各有立场 不过业者及劳工都共同呼吁修正法案正式通过后 政府必须积极推动相关配套才能够避免劳资纠纷 这珠子一锅俊林台北报道